第十八集,魏无羡霹雳啪啦的说完,锦衣等人纷纷点头,给他作证,拦起人抬眸看向蓝战,剑起微微点了点头,心中的火气这才稍稍下距一些。 毕竟,明知故犯和无心之过,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。 念在你们是无心之师,借此免去,我会非说给各位宗主,让他们自行处置。 魏无羡,蓝锦衣,身为姑苏兰氏子弟,把牙正极的上一抄三遍,吸取今日之教训。 温巢,云身不知处荒诞淫乱,戒持三百下,以锦笑游,三百戒持打下来,看得魏无羡牙疼。 一开始,温巢还倔强的不用人按着,腰杆挺的臂直,一副大丈夫微武不能欺的架势,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住了,就开始鬼哭狼了。 满地打滚,堂堂的齐山温是二公子,什么时候受过这份罪? 其他世家子弟的脸色,也好不到哪里去,相对于告家长。 他们更愿意承受那五十戒指,这件事惊动了所有世家。 温若寒第二天就赶到了云身不知处,看过被打敌人之后,又到兰启仁面前,接受了一通教育。 兰启仁本意是让温若寒将温巢走。 后来在温若寒好话说尽的情况下,念在曾经的同窗之意,温巢得以留下来,以观后笑。 至于温巢的其他随事,就没有那么好运。 被温若寒一气之下,全部赶出了云身不知处。 师傅,我太难了,抄不完,根本就抄不完。 静视里,魏无羡抄了十多页之后,就开始头昏脑涨。 索性把手里的笔一扔,趴在桌子上开始摆烂。 不着急,慢慢抄,蓝战缓步上片,拿过魏无羡的大作看了看,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 魏无羡的字很好看,铁画银沟,行云流水,凌乱中不失风骨。 就是,这整页一笔到底的写法,实在是有些不像话,估计魏无羡自己,都不认得到底写了些什么。 师傅,师爷爷让我抄三遍,我一遍还没有抄完,就要立地飞升了。 师傅,你醉腾现现了,你帮我抄好不好。 善于撒娇卖萌的某人,回身抱住师傅的腰身,脸颊贴在人胸口哀哀蹭蹭。 师傅,好不好吗?你帮我抄,我给你端茶倒水。 见蓝湛不说话,魏无羡又开始加条件诱惑。 叔父让你抄些,是为修身养性。 师傅,现现给你揉肩垂腿也行啊。 师傅不答应,就是自己交换的条件还不够诱人。 自己抄,蓝湛被魏无羡摇得没脾气,一脸宠衣又拿人没办法的无奈。 师傅,好师傅,你就帮我抄嘛。 要不然,像小时那样。 现现亲亲你也行啊。 亲亲可是魏无羡小时候,无往而不利的杀手剑。 哪怕他犯了再大的错,只要亲亲师傅,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。 蓝湛呼吸微微一致。 不得不说,他被这个条件又活到了。 察觉出自己师傅气息的变化,魏无羡瞬间一脸激化得逞的脚侠。 师傅,喜欢亲亲啊,哪有何难? 那不就是小水缸里抓乌龟手到擒来? 从小被蓝湛捧在手心里头长大的魏小公子,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么做的危险性。 站起身来,毫不犹豫地在蓝湛美如冠玉的脸颊上啄了一下。 浅琉璃色的眼眸瞬间睁大。 蓝湛只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,只有胸腔里那头小鹿喝醉酒一般疯狂乱窜。 师傅,你的脸好香啊。 见蓝湛没有同意也没有否定。 魏无羡的动作更加肆意。 在蓝湛的脸颊上,表演着小鸡啄蜜。 每亲一下,都步步有声。 下意识,蓝湛伸手还住魏无羡的心腰。 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明媚娇俏的容颜。 眼神中暗流涌动。 师傅,你帮我抄好不好? 好不好吗? 好,魏无羡像小时候那样。 勾着人的脖子,没头没脑地乱亲,软糯的嗓音加上撒娇的语气。 直接让人丧失抵抗力。 蓝湛被他惊得晕头转向。 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了他无理要求。 从小到大,无论是原来的世界还是现在,对魏无羡的撒娇蓝湛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除了宠着,就只剩下任命。 师傅,你真好,魏无羡一高兴,就有点忘乎所以。 盯着蓝湛那双看上去很柔软,桃花般粉润的唇瓣,鬼迷了心窍一般,贴了上去。 这种感觉,为何这么熟悉? 湿润又温热,陌生而一样。 师傅,徒儿错了。 献献不是故意轻薄。 我,我。 献献之错,请师傅责罚。